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因素 的确民众现在对AD的一个接受度是大幅的提升 第三轮仍只提供AZ疫苗 香港会打到加上未来混打机会高 变新改选AZ的人接近120万人 20到22号开始发简讯 收到就可以预约最快7月23号开打 以上礼拜五的施打量最高量28万人来看 要把这400多万人全部给消化掉 可能预计可能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换言之假设他这次不打AD 相对来讲他可能要再等超过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感觉有点就等太久了 等莫德纳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特别是我们这个族群吧 比较年轻人 你莫德纳斯总的那个类别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 所以想说有的话不如就先打 钥匙也透露国内施打量能不均 光第二轮的人就消化不完 才会导致第三轮延期收单 而第三轮人数更庞大 如何因应消化成为另一大难关